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白晨 欢迎来到超级鉴赏家 停产燃油车是很多车企的目标 那目前呢 只有一家车企做到了 就是比亚迪 这主要是归功于 它对DMI超级混动技术的自信 毕竟嘛 可油可电 那没有电了 还可以当混动车型来开 能够进一步降低我们日后用车的费用 那到底它有多省油 今天我们就通过实际的数据来为大家揭晓 在2月10号 秦PLUS DMI2023款的冠军版车型正式的上市了 也是在上市的首月便迎来了看门红 强势助力秦家族夺得全品类轿车的销炼冠冠军 它的55公里的领先型 价格已经低到99,800了 这是DMI车型首次把价格做到了10万元以内 可以说家用的A级轿车这个市场 真正的做到了油电铜价 我身旁的这台车是秦PLUS DMI2023款冠军版 120公里卓越型 之前我们导演组已经把这台车的油全部放光 然后只加了50块钱的汽油 电量是一个25%智能保电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这50块钱的汽油 在这台车上它能够有多少通行价值 顺便我们再打卡一下北京的标志性的景点和建筑 我们马上开始 这套DMI超级混动系统 它是由一台1.5升的消云插混发动机 再配合上EHS电混系统两部分组成的 发动机参数是81千瓦135牛米 前置电机是145千瓦325牛米 零百加速官方给我们的数据只要7.3秒 48升的油箱再加上120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么这台车它整体的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245公里的 并且这台发动机的热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达到了43.04% 今天我们就把这台车当作一台混动车型来开 SoC设置智能保电是25%的状态 从停车场出来现在是23%了 驾驶模式是经济也是调到HV混动的这样一个驾驶模式 现在这台车总里程是346公里 我们看看50块钱的汽油能让它行驶多少公里 我们刚刚是从北五环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停车场出发的 其实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边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很多喜欢跑马拉松的人 喜欢越野跑的人都会去那里锻炼身体 我们现在走在奥运村的这条路上 我们右侧就能够看到鸟巢水地方 08年过后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市民们 都可以享受到真正奥运会级的场馆 我们走四环路上京城 然后往古茂CBD的方向开 现在发动机就开始接入了 这就是我们调到智能保电模式下的这样一个状态 会根据路况根据我们的驾驶习惯 去调节它的最优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现在我们已经从京城盘到了三环路上 从东三环尤其是三云桥往国茂走的这条路 是特别堵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套DMI超级混动技术 它的1.5升的消云插混发动机并不是主角 其实它是一个配角 真正的主角就是EHS电混系统 这套电混系统它是有一台发电机 一台驱动电机 还有双电控 电机的油冷系统 直驱的离合器 还有单档减速器 那么在这个机电偶合单元的控制下 它可以去平衡发动机 平衡这个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也可以去补充我们发动机的扭矩 转速让它这个整个燃油经济性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三环走走停停的这样一个路况下 我们也快到CBD了 CBD车贝堵吗 确实这个路况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个中央商务区里边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鞋子楼的 比如说央视的这个大裤衩 那么还有这个中国尊 这都是北京目前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了 反正我是来过茂 基本上能坐地铁就坐地铁 很少开车来的 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琴PlusDMI一样 开着它享受这种快省静顺律的感受 同时也还北京一片蓝天 其实你看北京的冬三完就是这么有意思 刚过双景你看就一路畅通了 你看这儿就到了潘家人聚会市场了 其实周末可以来逛一逛 有时候周五的晚上还有夜市呢 夜市更好玩 那行驶在车多人多的这样一个路面上 包括一些比较狭窄的路面上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行驶安全要求 就会更高了 琴PlusDMI这台车呢 它前后都是有雷达的 同时它还有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响 就能够进一步保证我们的一个行驶的安全 那比如说在胡同里你要是停车的话 往往这个车位都非常的拥挤非常的紧张 这个横向的宽度都非常的窄 那你停完了之后发现两边停的车离你太近了 你上不去车怎么办呀 那我们琴PlusDMI呢 还有这种遥控驾驶的功能 你可以站在车外 用手机遥控这台车开出车位 这个时候你再上车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 现在走了将近30公里 电池的电量是22% 我们可以说说这块中控大屏 这个整体呢是有12.8英寸 也是配备了D-Link 4.0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主界面呢是有酷尔音乐 百度地图包括喜马拉雅FM 然后一滑动 你看这里可以拓展的东西就更多了 比如说抖音 我们一般刷都是竖屏 所以这块屏幕呢也是可以竖过来啊 去刷抖音的非常方便 同时你看还有腾讯视频 爱奇艺的视频 可以全屏观看之外 还可以分屏来显示 分屏之后左边驾驶员可以用它来导航 右边副驾就可以刷着电视剧 这样互不耽误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它这个导航 你好小迪 在哪 导航到中央电视塔 你要选择地址吗 第一个 开始导航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 这个车机的导航这个速度 包括规划路线的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同时它导航语音的提示也是非常全面的 帮助我们去安全的驾驶 说到安全驾驶 其实就要提到这台车的这个L2的驾驶辅助功能了 通过我们方向盘左侧的这个按键 就可以去控制 现在设置到60 然后这边还可以去调节它的这个跟车的距离 它是可以实现全速段的ACC的自适应悬航的 还有车道偏离的提醒 还有车道保持功能 前方车辆有并线 它也会很缓慢的刹车 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刹车非常非常的突兀 同时它也是可以帮助我去修正方向 可以随着这个路去拐弯的 可以让我们大大降低驾驶员的疲劳 确实是跑长途的利器 好 开了有一会儿了 相比东三环CBD的高楼耸力 确实在西三环这个中央电视塔还是比较孤单的 这中央电视塔它是建于1994年的9月 那加上塔顶的这个壁雷针的高度总共是有405米 还是挺高的 那看完了商业地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立学府 就拿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清华大学来说 它的这个创建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晚清年间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 始建于1911年 是晚清政府设立的刘美预备学校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那么直到1928年 正式的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很多还在苦读的深深学子 也在这里定为他们走向社会的最终目标 那和这些朝起蓬勃的年轻人一样 那我们这台车的设计也很年轻 秦普拉斯DMI是采用了这种Dragon Face 这样的一个龙岩非常大气的这样一个前脸 而且大灯也是非常犀利 中网的尺寸非常大 就像一个大嘴一样 车尾的设计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一种 美学的这样一种理念 首先它是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同时车尾也是带字母的 非常符合当下的这样一个潮流 你看三月的北京 现在我们正好是中午 户外温度已经达到了28度了 所以在车内是非常热的 我们把空调调到24度 自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剩余22%的电量 那我们现在总里程已经走了404公里了 接下来我们前往下一个打卡点 这个地儿啊 可是北京的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 跟22年的冬奥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钢园了 那我左手边呢就是那个60米的滑雪大跳台 那从这儿呢还能够回想到 当时苏玉明 顾爱玲 夺得金牌的那一个又一个瞬间 我觉得心里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车的一个状态 现在电池呢是剩余22% 总里程已经到了433公里 低速状态下嘛 我们在手钢园里开 整体还是一个纯电的驱动的一个感受 所以它这个静谧性还是非常好的 配合着这么好的一个静谧性 打开音响 听听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台车呢有8个喇叭的高保真的音响 相信能够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听觉的一个感受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目的地去打卡 那就是京西雾华天宝道 残车4 现在呢已经走到了108的国道上 这条国道呢是一条城市快速路 但是它是一个微微上坡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路况下可以看到啊 现在是发动机直渠 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的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纯电车往往在跑高速的时候 它这个能耗是比较大的 对于发动机来讲 它在跑高速的时候这又是一个匀速行驶 这个时候是它的一个油耗表现最好 最经济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于秦普拉斯DMI也是 当它的时速在65公里以上的时候 它就可以切换成发动机直驱 来让我们的这台车的这个燃油经济性的表现 达到一个最优的状态 另外发动机直驱之后呢 有这个富裕的功率也会直接存储到电池里 当你身踩油门的时候 发动机和电机一起在驱动车轮 形成一种并联的状态 我们今天这趟旅程呢 经过了城市的拥堵路段 包括城市的这种红绿灯比较多的路段 还有像现在这种城市通勤的快速路段 那我觉得秦普拉斯DMI 是能够满足我们对动力和油耗 比较坚固的这样一个需求的 下了108国道继续向北开 等到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段山路了 走这样一个山路上 这种感受是更好的 因为它有电啊 这种提速会更快 这台车悬挂是采用了前麦夫逊 后扭力凉的这样一个非独立悬挂 但是在弯中这种侧倾的抑制 我觉得也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也跟它底盘上有一块电池 让它的重心更低 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我们是在做一个 所谓的油耗的一个体验 但是来到这样一个山路上 我觉得还是要体验一下 这台车的动力的感受的 刹车出弯给油 都能够感觉到这轮胎在挠地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开这一台插混车型 有电带给你的好处 这个出弯它能第一时间 就跟随你的电门的深度 直接把车就推了出去 整体的悬挂的滤震性 表现也还是很不错的 路感还是比较清晰的 你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山路上的街缝的 那面对一些比较大的颠簸 它处理的也还是很到位的 没有多余的弹跳 就这种底盘的整体感 真的是要比它同级别的这些合资选手 比如说轩一 比如说卡罗拉 比它们的底盘要强得多 本来想带着大家去弹车寺里边逛一逛 这个时候景区已经关门了 这个只能下次再带大家逛了 不过秦普拉斯DMI这台车 它低贺电情况下的这百公里油耗 还有它整体的续航表现 确实是让我挺吃惊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 这个表显的里程是346 现在是466 相当于走了120公里 通过行车电脑显示 这台车就这120公里的油耗 是用了4.9升 相当于100公里用的4.08升油 和它官方给的 NEDC最低贺电情况下的3.8升 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走之前是加了50元的汽油 相当于是6.42升的汽油 是可以支持这台车行驶157公里的 在油价不断走高的大背景下 秦普拉斯DMI可以说是 降维打击那些纯汽油的选手 比如说轩逸 比如说朗逸 同时它也能够力压像丰田THS 这样的混动选手 比如说卡罗拉 比如说雷灵 我觉得这个已经让它 从当初的黑马 变成了现在的王炸 好吧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